说地师在公共场所 什么怼人 然后怎么样 什么对方哑口无言 表面上好像捧我的 首先那是一个酒吧 那是在大理非常有名的一个酒吧 这是第一 第二我在直播的整个过程之中 那天是一个从下午一直到晚上的直播 我们在找地儿坐的时候 在外面我明确跟经理说 给我们找一个不影响别人的地方 因为我们要直播 当时我们在直播 然后经理明确的表达 没问题 经理明确的表达 没问题 然后给我们安排在了一个角落 那是一个酒吧的情况之下 然后第三 我没有大声喧哗 而且说话的不是我 是他 是我 可能声音稍微那么大了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那是在酒吧 正常聊天的范围之内 然后别人过来说他 我是因为说他一开始 说小声一点 我是OK 我是矛盾点 我说OK 但是他紧接着说了一句话 他说这是一个公共场所 如果你想要什么东西的话 说你要去什么 他说如果你们是在工作的话 说了一句就 对 他说如果你们是在工作的话 麻烦你不要在这个公共场所 我当时一下子倒行 他的观点意思就是 他一开始说小声一点 我们说OK 他就觉得我们可能是来这工作 声音大不行 但是你不工作的话 你不用开直播 你声音大 我说不了你 所以我首先 我问一下 在酒吧说话 你管得着我说过多大事吗 而且其次 我在门口 我就跟人说了 我说我们在直播 然后事后工作人员也过来说 不是你们的问题 明白吧 人家也解释 不是你们的问题 所以你这东西 你都拿来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然后你跟我说 这个楼是我朋友家的 首先那是三里屯 有人说那是我被标题叫 帝师在上什么海 还是我本来在北京 他给我改到上海了 上什么海 被某这个什么 不允许直播 被某就那意思说 跟我怼的这个人 他是老板 大概是这么一个标题 我就不管了 首先那是 这个叫三点三大厦 是在北京三里屯的一个 也算是地标型的建筑 是这个老板 就是我 我又不说我朋友是谁 他邀请我 去给他们宣传做节目 明白吧 想宣传一下 他们下面的这些 值得宣传的品牌 下午的时候 就走流程彩排 问我想播哪家 每一家 我进去的时候 都由他们的工作人员 现场沟通 说了这个东西 接不接受直播 能不能配合 包括送 我要现场买东西 抽奖给大家送福利的 OK 如何去配合 所有的 我播过的这些店 都是我下午已经沟通过的 不是说突然拿着上头进去的 然后到这家店的时候 进去突然 出来一个 我没见过的男的 下午是个小女孩 他说他是店长 然后告诉我不允许直播 问题 我跟他的老板 都已经打过招呼了 而且他的老板 事后已经跟我亲自打电话 道歉了 把那个人给开除了 大概意思就 他没有传达清楚 就是他老板 因为也在看我直播 我沟通了 我是给他面子 我才去的 结果他的店员 直接告诉我 说不能 那我沟通完了 可以 而且老板告诉我 可以 大楼的老板 也告诉我 邀请我来了 你在直播中 出现这种情况 你是不是莫名其妙 那我当时就生气了 对吧 但是我不是没有沟通 我也不是硬拍谁 或拍人 但我接受不了这种 你一个店长 你跟我装什么孙子 我就 我这个态度 你明白吗 就是你老板 请我来的 然后老板的老板 我们都打招呼 请我来的 你凭什么一个店员 你跟我在这说不行 而且下午我沟通过 那个小女孩 一直在边上说 下午的时候 她说不是我在 我不知道这事 所以我不接受 OK 那我只能够说 你店长到上班时间 你不在店里 你干嘛去了 我下午沟通的时候 你干嘛去了 那店员没跟你传达 那是他的问题 跟我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就是你要流量也好 你什么也好 你不要尬黑 因为所有的这些 我说白了 你是亲全发我视频的这些 我给你留着 让你上链接 去挣这个提成 虽然不多 有一些人可能一天 卖的不是很好的 一天可能挣个几十块钱 但一个月下来 挣个几百 那不是一笔收入 那不是个零花钱吗 我为什么不自己 比如说我卖这个巧克力 那很简单 我自己一会儿 录个抖音 录个视频 我发 我挂这个链接 我卖这个高低板的巧克力 那你还有的 谁还跟你买 因为我拿的价格 一定比你低 是的 那为什么呀 很简单 因为我说了 这个赛道 包括公司在跟我聊的时候说 我说我永远不占这个赛道 我要把这些东西 留给那些 真的认可我内容 真的是发自内心 喜欢我 想跟我一起去 走这条路的 我说这个市场 永远给他们 而且我每一次 在路推荐的这个 说这番话的时候 我都考虑到说 你是不是直接剪出来 就能用 优优独播 我 打算